來 我們看一下就是 剛剛我們主要都是在講單一頁的 對不對 那麼如果你今天 我有多個 我給你看一下 像我們剛剛這裡 我用這樣子很多的 你來看應該是不是就 有時候這樣電腦上看 是不是就有點花了 因為資料那麼多 整理起來 放大縮小 也是有點麻煩 所以呢 我們可以這樣做 你看喔 在這個主題 我用這個 地圖的使用 如果我覺得這後面實在太多 那我可以把這個獨立成一個分頁 這樣我就很單純的在後面用 那怎麼用 按右鍵 你看上面這裡 有沒有叫做下專 應該是用這個 新鍵頁面用詞主題就好 他就會把後面的內容怎麼樣 摳到 已經跑過去了 看一下 按右鍵 新鍵頁面用詞分頁 我們沒有廣播對不對 抱歉 我還原一下 在這裡 你按右鍵 新鍵頁面用詞主題 這樣看到了 那麼你做了之後呢 它下面會有沒有產生一個新的分頁 是不是在這裡 博得人家很貼心好嗎 你看這裡 有沒有一個回首頁 所以它有做超領鐵喔 新制圖也可以做超領鐵喔 這裡也可以點進去喔 有沒有 你用這種方式是不是就等同好像我們剛剛那個 Focus在裡面跳路徑的概念一樣嗎 這樣我就可以把這個主題 這邊的 真的不需要的我就可以 一個是這樣收起來 因為它有那個加號跟減號 是不是也可以收起來 當然你刪掉也可以 反正這個都可以連進去嘛 都可以連進去的 這樣就比較OK 這是第一種方法 就是你的資料是有連貫性的 那麼如果你資料沒有連貫性行不行 當然可以啊 我今天講A專案 都是在同一個專案裡面 我可能是A的計畫 B的計畫 C的計畫 你就來這邊插入裡面 有沒有看到一個叫做新鍵分頁面 一樣的 這個時候呢 你就是獨立出來的 新鍵頁面 有沒有一個中心思想來了 對不對 你就以這個然後再繼續做 那你的分頁呢 如果你想命名 就在這個上面點兩下 跟那個一次用一樣 點兩下你就可以自己命名了 所以你可以把不同的東西把它分開來 這樣你要記錄是用 只有一個檔案 可是我可以記的東西是不是很多 你就可以再延伸出來 這樣有沒有比較有點概念了 這個是我們在使用這個Focus 不是那個S minor的時候 一個很好用的一個功能 等於說我雖然是同一個檔案 可是呢 我們在整理資料之後 這樣你更有彈性 那如果你是要插入圖片 當然也沒問題囉 所以你看一下 如果你要插入圖片 假設我在這邊 這裡有一個PDF 不要用這個 假設我要插入一個這樣的圖片 你就把這張圖片把它複製起來 好 複製好了 我回到這邊 Ctrl加V 我把它貼上 它會變成其中一個分頁 我把它拉出來 把它拉出來 往上往上把它放上來 好 在這裡 你就丟進來 你看 放進來 有沒有在裡面了 那你要靠上面就靠上面 你要靠下面就往下靠 有沒有 在這邊 你往左邊靠也可以 你往右邊靠也可以 當然圖片本身可不可以調整大小 對不對 這樣就比較靈活 這個是我們在這個Focus on iSmile裡面 好 需要用到 那這些格式啊 其實都可以調整 都可以調整 那麼 除了這個以外 我們給各位看一下 你在這邊 你有沒有發現我這個電影板 好像那個 這個比較漂亮一點 有 為什麼 來點到空白的地方 你只要點到任 不要選到任一個節點 空白的地方 你看一下右手邊 畫面的右手邊 有沒有 主要分支 用錐型的 多彩配色 就是這個 它就會像這樣子 錐型的 有沒有多種顏色的配色 如果你這個都沒有 關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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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恢復原來的 好 像這樣 所以我喜歡它 就是因為它的這種 視覺呈現上可以做一些變化 那每一個節點啊 它能夠變化的也很多 你看這邊 我點到它這個節點 抱歉 剩十分鐘是要提醒我 哈哈哈哈 來 每一個節點這些啊 這些樣式都可以改 所以你看 現在 方形的 顏色有沒有 外框 摺線 粗細 是不是都有 這些都可以改 所以如果你覺得 嗯 我必要這一種的 你想要用這一種的 有沒有 這裡馬上就變了 這要放大一點 看得比較清楚 這樣了解了 好 像這些 它就可以影響到下一層 你要比較細 比較粗的 都可以像這樣去做 調整 當然這些都是比較 就是後續視覺化的部分啊 你平常思考的時候 不調這些 不影響 好不影響 我們主要的其實還是要用它的什麼 功能性的東西 因為思考 用這樣的方式 真的可以比較不一樣一點 可以把你的這個過程保留下來 好